而另外公司議員黃傑 他在施打完高端疫苗之後 竟然在前兩天 接連收到兩張恐嚇的信件 內容可是充滿了歧視的字眼 還有不雅的字眼 還揚言說要監舉他 對此黃傑說呢 每個人都有選擇疫苗廠牌的權利 目前他已經把這兩封信 都交給警方采樣來追查 接下來也會走法律程序 要來捍衛自己的權益 除了說要監舉我之外 9月2號下午 高雄市議員黃傑位於鳳山的服務處 工作人員收到了恐嚇信 而且已經是第二封 這兩張恐嚇信的內容 疑似不滿他施打高端疫苗 用不雅字眼羞辱 還有寫著要他別得意忘形 不然要承擔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被處罰還的後果 黃傑表示 其實從他在8月23號 施打高端疫苗並且呼籲大家可以踴躍打高端之後 粉絲專業就出現不少不理性的 兩封信雖然文詞有些不通 還有把他的名字都寫錯的情況 但為了慎重起見黃傑把這兩封信交給警方 做指紋採樣後 警方繼續追查是誰寄出這樣的恐嚇信 黃傑強調會走法律程序來對抗類似的恐嚇威脅 華視新聞 蔡夢君榮浩北 高雄報導